大家好 欢迎来到干净世界文化视野 我是吴夏 干净世界这里提供无暴力 无色情 无犯罪 无毒 无害的内容 适合成人和孩子共同观赏 今天我们来聊聊老祖宗的中故 人生在世 最难学的事情便是与人相处之道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人在江湖往往身不由己 无论是谁 都无法逃开与人情事故置故 老祖宗对此 也总结了非常精辟的一段话 钱不借二 酒不喝三 路不走四 钱不借二 一 不借懒人 人情不理财 朋友相交 免不了有经济纠缠 自己腰包在骨 也不要借钱给懒惰诚信之人 老话常说 救急不救穷 正是这个道理 借钱给他们 只会让他们对自己产生依赖心理 若想激励他们重整旗鼓 不如激励对方找到身材之道 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 方为长久之计 二 不借无信之人 借钱这事 说来也简单 有借有还 再借不难 一边真心实意交付 另一边若能心怀感恩 不拖不欠的还上借款 两边的感情也会更加清净 而身为债主一方 最怕遇上炎而无信之徒 欠了许久的赖账不还 每次提及便装聋作哑 还玩起猫鼠游戏 东躲西藏 不肯相见 更有胜者 你当面催款 他反而倒打一耙 指责自己心胸狭隘 不讲情意 此类人厚颜无耻 绝不可轻信 酒不喝三 一心里苦闷 不喝闷酒 许多人心中烦闷 喜欢用买醉的方式麻痹自己 仿佛喝得鸣鼎大醉 不省人事之时 自己便能少些烦愁 曹操也喜欢喝酒 一句何以解忧为友 杜康流传千古 可他曾因喝酒误事 险些丧命于晚存 若没有典尾力保 恐怕历史也将随之改变 借酒消愁愁更愁 酒入愁长三重愁 心中有苦 绝不要独自喝梦酒 只会感到更加凄苦 二 娱乐场所 不喝酒 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 常来此地的人形形色色 公愁交错之间 会让自己放下戒备之心 赢得信任以后 便迫不及待开始 暴露真实目的 三 饮酒过量 不喝面子酒 喝酒本是消遣 移情的痛快知识 最忌讳过量饮用 可饭桌之上 常有人会拿着酒杯 三番五次敬酒 劝酒 一番花言巧语 把面子融于酒中 喝了便是给他些许薄面 不喝便言辞激烈 不肯想让 若是自己早已到达极限 切不可过量饮酒 真是关心你的人 不会把他的面子 放在你的健康之上 别人的咄咄相逼 也更非自己 糟蹋身体的理由 不喝强灌酒 也不为一时的面子逞强 让劝酒之人 丑态摆出就好 自己无需配合 酒不喝三 一 心里苦闷 不喝闷酒 许多人心中烦闷 喜欢用买醉的方式 麻痹自己 仿佛喝得鸣鼎大醉 不省人事之时 自己便能少些烦愁 曹操也喜欢喝酒 一句何以解忧为友 杜康 流传千古 可他曾因喝酒误事 险些丧命于晚成 若没有典尾力保 恐怕历史也将随之改变 借酒消愁愁更愁 酒入愁长三重愁 心中有苦 却不要独自喝梦酒 只会感到更加凄苦 二 娱乐场所 不喝酒 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 常来此地的人形形色色 公愁交错之间 会让自己放下戒备之心 赢得信任以后 便迫不及待开始曝露真实目的 喝酒本是消遣移情的痛快知识 最忌讳过量饮用 可饭桌之上 常有人会拿着酒杯 三番五次敬酒劝酒 一番花言巧语 把面子融于酒中 喝了便是给他些许薄面 不喝便言辞激烈 不肯想让 若是自己早已到达极限 且不可过量饮酒 真是关心你的人 不会把他的面子 放在你的健康之上 别人的咄咄相逼 也更非自己糟蹋身体的理由 不喝强灌酒 也不为一时的面子逞强 让劝酒之人丑态摆出就好 自己无需配合 路不走四 一 不走捷径 人在遇到困境时 总会心生退却 想找寻一个便捷之路通过 捷径虽然也能顺利到达 但往往会付出一定的代价 就好比挂羊头卖狗肉 用低成本的商品获取高利润 看似找到了发财的捷径 可这钱财 终究不是正当途径得到的 早晚会有铺路的一天 生活诸事 莫不如此 饭要一口一口吃 路也要一步一步走 唯有脚步走的稳健 方能行千里路 过万重山 二 不走错路 路选错了 走得再快再远 也只会是南辕北辙 或是因为一时糊涂 又或是被利欲熏心 未达到目的 总有人会想到些歪门邪道 走上错误的不正之路 无论是为求财 还是想在其他方面得偿所愿 都不能在错路上走太远 动了歪心思 走在了错路上 日后必定会被清算 万不可等到天罚将至时 才去追悔莫及 即便能免受责罚 也会留下一身的污点 三 不走极路 一个人的成熟 从他能收起极躁的性格开始 凡事急于求成 往往欲速则不达 气浪费时间又无法成功 慌乱之间做出的决定 常常考虑不周 又漏洞百出 难以行之有效 只有认真分析过后 经过深思熟虑的考量 方能得出万全之策 静下心来 保持稳重淡定的心态 挪顺了前因后果 才不会走得摇摆不定 四 不走老路 都说 360行 行行出状元 成功的道路有很多条 不必非得 运走别人的老路 每个人的经历不同 擅长的方向 也有很大差别 别人的成功 并不一定适用于自己 一味的效仿 更绝非明智之举 就像东师学西施走路的知识 扮成西施皱眉的模样 不会有人觉得它美 只会让人一笑大方 道路千万条 何必与别人共走一条 别人能避开这条路的泥潭沼泽 自己却可能深陷其中 人生最好走的路 不是别人走过的老路 而是适合自己的路 富兰克林曾说 经验是一所宝贵的学校 而傻瓜却从中一无所获 老祖宗的话 都是经验的总结 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身处这个复杂的社会 一定要记住老祖宗的忠故 钱不借二 酒不喝三 路不走四 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 让自己远离是非 过得安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